那么第三个说明的 他就对思想体系的内部 他的因素做了一个分析 他说任何一个思想体系 任何一个思想体系 都有三个因素 都有三个因素 一个是认识因素 一个是价值因素 一个是职能因素 那么这三个因素 我们前面讲了 他的成体系的思想 或者思想体系的什么 讲的是意识形态 是意识形态 那么就这样实际上是什么 对意识形态做一个 内部结构的一个分析 实际上他这个分析 就是对什么 对意识形态的一个结构分析 我们说什么是意识形态 什么是意识形态 就是很多呢 就是比方说现在 这个意识形态 你不做这个认识 认识因素 价值因素和职能因素的分析 有时候你就对这个意识形态 就不知道他哪些功能 应该是怎么发挥作用的 那么他说这个认识因素是什么呢 它所指的是思想体系 是否正确的反映了客观现实及其规律 也就是说认识因素它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真理性的问题 你对这个 你是不是揭示了这样一个 揭示了一个社会 这个客观的现实及其这样一个规律 你是不是把它揭示出来 比方说马克思的这个 无产阶级革命 就是说他的这个革命理论 那么它是真理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这样一个思想体系 或者作为一个意识形态里面 它包含什么 对资本主义规律的揭示 资本论就起了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作用 所以他必然要包括 他的这个认识认的因素 他说这个价值因素是什么呢 是指的思想家 对所研究的知识的评价 和态度 就是你说的这个研究的 他的评价 我把这个真理的东西说出来了 那么你每个人不同的人 他会对这个问题 他是站在不同的角度 所以他有不同的评价 那么这个职能因素呢 是指这些体系 这些思想体系 在实践当中所起的客观作用 就是他的客观作用是什么 他的客观作用是什么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 他就讲了就讲这个 也就是说你要看一看 就是说你一个思想体系 你不能说仅仅说它是真理 或者说我对他所肯定的评价 就能解决问题 你要看他在客观上 他能不能起作用 能不能起作用 这就有一个什么包括什么 你这个最后起作用的一个条件 就是说你这个思想体系成不成熟 它在这个社会上 能不能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 或者消极的作用 集结作用和消极的作用 有的时候呢 就是说你这个思想体系 你远离了这样一个客观现实 或者背离了它的经济条件 背离了能不能的社会心理 也许你会起到一个相反的作用 相反的作用 所以这样一个职能功能 就是它的客观这样一个作用 它并不是说完全合理的 这个认识因素和价值因素 是相关的 这个职能因素 刚好是和这个客观的环境 它是相关的 所以他就对这三个因素 就是意识形态里面的 也就是思想体系当中的 这三个因素 做了一个分析 他说这三个因素当中 他说认识因素和价值因素 它们是统一的 统一的 也就是说价值因素 它要以前者为基础 就是说你的价值因素 要以认识因素为前提 他打了一个比方 他说比方说 这个医学艺术 也就是说治疗学 它是以医学科学 也就是说病原学为基础 也就是说你只有 我看病的时候 我开方子 可能它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艺术 你怎么去看这个病 那么你首先要判断 它是一个什么病 如果它不是这个病 你这个开方子 你的依据是什么呢 也就是说 你对这个事物评价的态度 什么 要建立在你对事物的 了解的基础上 了解的基础上 所以他举了一个例子 他说比方说 弗利叶 圣西门 欧文和马克思 恩格斯的这个社会主义的 这样一个社会治疗学 也是以其社会的 病原学为基础的 病原学为基础 那也就是说 他们是以他们什么 他们的社会主义学说 也就对这个社会主义刊法 因为社会主义学说 我们说了和政治经学是不同的 那么政治经学对资本主义的发展 它是持肯定态度的 那么社会主义这个学说呢 它是对资本主义 是持否定态度的 是持一种批判态度的 那么他就说 这个弗利叶 这个圣西门 欧文 他们是空想社会主义 那么他和马克思 恩格斯的 科学社会主义的 这样一个学说 也就是说 他们治疗 他们的评判态度 都是一样的 都是对资本主义 持否定态度的 那么他们为什么 也就是说 都是对社会的罪恶原因 以及治疗的 这样一个病症看法 都是一样的 那么为什么 他们这个评价的态度 这个否定的态度 是不同的 就是因为 他们对他们的 这个认识因素 这个认识因素 也就是说 他们对这个真理的发现 是不一样的 这个圣西门 他们呢 是建立在一个 空想的特征基础上 就是说 没有揭示这个社会规律 所以尽管他们的 这个态度都是一样 都是一个否定态度 但是呢 他们因为没有揭示 是这个这样一个 对社会的这样一个 资本主义发展的 这样一个真理性的 这样一个认识的 这样一个基础上的 所以呢 他们是以空想为基础 而马克思和恩克斯呢 其实觉得是以科学为基础的 就是说 在马克思看来呢 价值完全是科学的 就是说你这个价值啊 价值因素什么呢 你一定要建立在科学之上 所以它本身是科学的 所以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呢 价值是在人们 对外物的关系的基础上产生的 它反映了社会人的需要 利益和目的 所以价值问题 首先是说明什么 客观的 现象的一个客观意义 然后才是对它的评价 所以它是建立在什么 你首先要说明 某一种社会现象的 它的客观的东西是什么 客观真理是什么 然后你才能对它 做出一个评价来 做出一个评价来 那么同时呢 他说价值因素 对认识因素也有反作用 就是说每个历史学家 都要从一定的价值观点 来挑选自己的 这样一个科学材料 把本质的和非本质的材料 区分开来 这些都取决于价值的性质 所以这样呢 就是说对于建立一门学科来说 对于建立一门学科来说 它都要有一个什么 通过自己的这样一个价值 也就是自己的这样一个观点 去截取这个历史的材料 你这个历史的材料 纷繁复杂啊 各种各样的 那么我用什么方式去 说明这个历史 建立这样一个历史学呢 这就取决于我的这样一个价值判断 所以这个价值的取决于 你对这个材料的习取 我举一个例子 比方说同样是历史学 对于一个历史过程的描述 那么有的历史学家呢 他会把历史放在什么呢 就说强调的是一个政治家的这样一个 把历史看作是政治家阴谋家的这样一个 呃政变史 它可以描述为这个 那么他 那么他就会看到这样一个 去取取这个历史的这样一个材料 那么也可以把它看作描述为军事史 就是说这个军事家啊 经过这个战争史啊 通过这个战争史把它描述出来 那么还有的呢 讲历史啊 他可以从什么角度讲呢 比方我们前面讲的维科 他强调民族文化史 我通过民族文化的这个基本要素 那么他说 要描述一个民族的基本要素 呃这个文化要素要讲什么 这个生 死 爱 三个字 一个是生 一个是死 一个是爱 这是人的这个最重要的三大要素 那么你通过这三大要素的 这个文化礼仪的分析 你就可以揭示这个民族的特征 比方说这个能出生 那么这个出生的以后 他有一些什么什么礼仪啊 那么他的死障是什么形式的 呃这个 那么他的这样一个婚姻的 这样一个结构和方式是什么样的 他的观念是什么样 就是说你可以通过他的几个关键词啊 来分析这样一个民族的特征 和他的一个变迁 一个变迁 那么马克思主义对这个社会历史的 这样一个描述 我们知道啊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市建筑 就把它描述为什么 一个生产力的这样一个运动的 这样一个一个发展的这样一个历史 所以这个价值因素呢 对认识因素啊 也是有反作用的 也反作用的 所以这个他强调了啊 这个认识在这个意识形态的变革当中啊 认识因素和价值因素呢 它是两个两个不同的相互作用的方面 相互作用的方面 这一个这两个因素啊 我觉得包括这个 这个分析这个 对我们国家的这样一个 社会变化状况的一个分析啊 包括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啊 这个思想的这样一个变化 我觉得都是很重要的 就是为什么呢 就是你说这个 你哲学 你要这个说服人啊 哪是说你要说服人呢 就是你就要彻底 这个彻底 首先是哪儿彻底 不是你的态度 这个肯定和否定的这个彻底 首先是你能不能揭示了这样一个事物的真理 事物变化的这样一个真理 所以呢 作为一个价值体系 你可以说 我是一个主流意识形态 还是非主流意识形态 我是对它持肯定和否定态度 但是你这个肯定态度和否定态度 你要建立在 你要揭示它的认识因素 如果你的这个认识因素的不彻底 不彻底 那么你的这个价值因素啊 它是会发生变化的 就是你是不能说明人的 别人就不会对你这个持肯定态度 不能持肯定态度 所以呢 那么也就是说 当我去宣传一种这个 这个意识形态的体系的时候 我首先要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 就是马克思哲学 你作为我作为意识形态 我去宣传它 我去肯定它的时候 但是呢 你首先呢 它什么 它要是一种哲学 一种彻底的哲学 那么你只有这个 通过这个认识发展 这个这个发展呢 我是可以探索的 我是可以探索的 我也许是对的 也许是错的 但是在这个领域里面 在作为一个对现实反应的领域 我是可以探索 可以去这个争认的 可以去争认的 那么这是一个部分 那么另外一个部分 才是涉及到一个 这个价值的因素 那么除了价值的因素呢 思想体系还必须考虑 它的职能因素 也就是说 它在实践当中的一个客观作用的问题 客观作用的问题 在这儿呢 这个普利亚诺夫啊 他是以18世纪的法国启蒙学者的著作啊 这个对社会革命的作用来说明的 他说这个法国启蒙学者的这样一个著作啊 著作 那么他们可以啊 找到法国大革命的这个当中啊 可以找到法国大革命的整个纲领 整个纲领 也就是说呢 大革命的种种事件构成啊 实现这些启蒙学者 代表整个第三等级所提出的 要求的那一个过程 18世纪的这个法国启蒙学者啊 强调了一个最基本的观点 它的这个体系建立在什么啊 你们学过这个哲学史的啊 就是它提出来要求什么啊 一切都要到理性上 理性的法庭上面来进行审判 就是要建立一种理性啊 对宗教的这样一个批判 对宗教的批判 所以整个法国大革命的社会纲领 就从他们的这样一个思想当中啊 就延伸出来了 所以那么也就是说呢 作为一个思想体系的 它的真理的部分 价值的部分呢 最后呢 它在客观上 它是必然起作用 你是一个革命的 先进的这个科学体系啊 你就和你的相应的阶级的行动 它是联系在一起的 所以它说如果撇开这些学者的思想 在大革大历史当中所起的作用 你就很难对他们的思想体系 做出科学的评价 就是说你一个思想体系 它的科学性是什么 你能不能在现实当中 在实践当中啊 起到作用 如果你的思想体系 你说你是真理 但是你在实践当中 你是不能起作用的 你是不能起作用 或者说你在现实的 这个人民行动当中啊 找不到你的这个钢领的 这样一个真实性能发动性 那么你的这样一个真理 就是这个认识的这样一个真理性啊 它本身就是值得推销 但是当然这个问题很复杂啊 很复杂 也认识你这个认识的真理性可能更早一些 就是说你因为你要认识一个思想体系 一个先进的思想体系 它可能不为它的阶级所理解 不为它的阶级所理解 所以它有一个很复杂的这样一个过程 很复杂的一个过程 那么这个既然这个思想体系的这个三个要素啊 都有这样一个复杂过程 那么思想体系它发挥作用 能够发挥作用啊 它讲到这个18世纪的这个大革命 就是说第三等级 也就是法国大革命 把这个第三等级的这样一个要求啊 都反映出来了 那么这就涉及到什么 思想体系和社会心理的一个关系问题 既然你这个思想体系啊 你是要在这个通过它的直灵因素 要在现实当中发挥作用 那么它这个发挥作用的一个 首先它要把这个群众 就有一个和群众和这个社会心理 这样一个环境之间的关系 所以它就考察了 这个思想体系和社会心理之间的关系 在考察思想体系和社会心理的关系当中呢 它首先强调 就是说思想体系根源于社会心理 思想体系根源于社会心理 也就是说任何思想体系 都是一定时代心理的表现 反映出特定历史条件下 社会人的心理特征 我们说一定思想观念的形成啊 思想体系的形成 它是根源于这个社会 但是它和社会 它具体的加工的对象是什么呢 它说是一种社会心理 就是它是直接对社会心理的加工 所以这样呢就有一个根源的一个说法 什么叫根源性 什么叫根源性 它说这个根源呢 就是加工使它系统化的意思 就是使这个 我们说这个社会心理是不系统的 是吧 它是自发的 不是自觉的 不系统的 所以你这个社会心理 这个思想体系呢 那么它的根源就是什么 它是加工 就是说是要把这个思想 社会心理进行加工 使它系统化 使不系统的心理系统化 使这个日常的实践的这样一个心理啊 和把它里面的日常的和非日常的这样一个 就是说作为本质的东西啊 你把它提出出来 提出出来 也就是说社会心理啊 要把它和这个日常实践区分开来 日常实践区分开来 那么这样的理财人啊 看到这个思想体系啊 从它是这个 对这个 是一个非日常生活的 非日常生活 也就是说 它本身要高于这个日常生活的 高于日常生活的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 它就是要分析一下 分析一下 那么这个思想体系啊 它要分析这个 首先它讲一下 就是说思想体系呢 它是根源于这样一个社会心理 那么它是怎么来看这个问题的 怎么来看这个问题 它通过分析一些国家 就在某一个时期 它的哲学 文艺 宗教 伦理 历史 和政治 经济学等 能文学科 同社会心理的关系啊 来说明这个问题 来说明这个问题 他说比方说法国 他举了法国的例子 他说笛卡尔 对某些哲学问题 比方说心灵问题的态度 那么他就可以用 当时的社会心理状况来解释 他说为什么这个笛卡尔的 这个哲学里面呢 它是一个二元认的 一个二元认的 就是把信仰 就是说他在强调理性的时候 强调科学理性的时候 他同时保留了信仰 就是保留了上帝 也就是说在他的体系当中啊 他的二元认就反映什么 他的信仰体系 信仰领域和理性领域啊 他是严格划分开来 就是说你科学的领域管哪些 你不要管到那个上帝那了 那就是上帝呢 你不要管科学 保持科学的发展 然后呢 你这个上帝 这个信仰的领域呢 还依然保留 这样呢 他就使什么 他说他的这个思想体系 就认证什么 哲学和天主教是不冲突的 也就是哲学和宗教是不冲突的 而是认为了 这两种啊 就是说这个 而且呢 还要来认证这个天主教的某些教条 那么这个 他说为什么这个 当时这个笛卡尔会有这种思想体系呢 他是反映了法国人当时的这样一个情绪 就是法国人在经过了16世纪的长期留学斗争以后啊 就产生出了一种对和平次序的普遍要求 反映了一种啊 对和平次序的一个普遍要求 所以在这个政治领域里面呢 他就表现为什么 同情这个君主专制 就是说我们呢 也不要再斗了 如果你斗争的话 就是双方的这个付出啊 这个留学啊 是太重了 所以他就强调的 就是说在政治领域啊 就保持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和谐的这样一个状况 既让这个君主制呢 保持他一定的 给他一定的空间 同时呢 又让这个第三等级啊 保持自己的这样一个发展 就是保持一个平和的状态 那么在思想领域呢 就表现为对宗教的容忍 对宗教容忍 以及渴望啊 避免换 这个可以唤起啊 这个 刚刚这个不久的 这个对内战的这样一种回忆啊 就是使这个 他尽量的保持一种宗教 那么这个就 这种问题啊 也就是宗教问题 所以他就说不要再真正这个问题了 就是大家都保持一块地盘 那么为了这个不涉及这个问题 所以就必须在宗教的信仰领域 和这个理性领域画一条界限 就是说正式承认宗教信条的正确性 那么笛卡尔的这样一个哲学呢 就做了这样一个工作 做了一个工作 所以呢 这样就可以用这个 当时的这样一个 法国的社会心理啊 来解释笛卡尔的这样一个哲学 它为什么是一个理性和信仰的 这样一个二元体系 他说还可以啊 用这个社会心理来解释 这个笛卡尔哲学的另一个特点 也就是说 自然哲学 为什么在笛卡尔的哲学当中 占这么重大的地位 就是我们知道 维科是反对笛卡尔啊 这个自然科学的啊 自然科学的哲学的 他是强调这个能文主义的 那么为什么 他就说 为什么这个自然科学 会在笛卡尔的体系当中 占这么重要的地位呢 他说 那些 为什么那些 成为自然科学的对象的问题 也是这个笛卡尔 这个哲学当中 所处理的问题呢 他说 因为这个时期啊 人们对生产力 普遍怀有极大的兴趣 就是说人们啊 这个法国在经过了 这样一个流血斗争以后啊 人们向往着好的生活 向往这个生产力 向往着一种富与生活 这样一个发展 所以呢 总是想征服自然 梦想啊 征服自然 而这个法国的生产力呢 经过战争啊 破坏得很厉害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人们要打破这个 旧的生产关系 和古老的社会制度 所以呢 就需要啊 生产力的发展 正是这样 对生产力的发展 所以形成了 对自然科学的要求 因为自然科学是 对这个 呃 自然科学和这个宗教啊 和艺术它是不同 宗教和艺术 它在作为文化里面 它反映是什么 塑造的是人的心理 讲的是人自身的 这样一个信念的 这样一个关系 而生产力作为一个文化啊 作为文化的一个善变 讲的是什么 能征服自然的关系 就是讲的 能和外部自然之间的关系 所以讲自然科学呢 就是讲的一个什么 认证生产力的发展问题 认证生产力的发展问题 所以为什么 我们讲一讲的这个 呃 对于这个 生产力的这样一个 呃 物质的技术因素的强调 它一定要强调自然科学呢 就是因为自然科学啊 它就是认证 能是如何征服自然的 能和自然之间的 这样一个关系 而生产力表达的 就是能和自然之间的关系 这就形成了 生产力和不同的文化之 体系之间的联系啊 决定了生产力的发展 就是你在研究生产力 和这个思想体系的 它是很值得研究的 你比方说 我举个例子啊 就是说 当你讲这个科学技术发展 强调生产力的进步的时候 它一定从把这个生产力 和自然科学联系在一起 所以这个后来的西方马车 为什么批判这个呢 就是当你把这个 生产力和自然科 仅仅和自然科学 联系在一起的时候 你强调的是什么 技术的生产力 你是一种啊 技术的生产力 这是什么 它是一个 所以它会形成什么 一个科学主义的 这样一个倾向 科学主义的倾向 那么现在生态学 马克思主义啊 它就强调什么 文化的生产力 就是生产力的因素里面呢 你不能只有科学技术的因素 你应该还包含什么 还包含它的文化因素 还包含了其他的 比方说这个非科学的 艺术的各种各样的 这样一个其他文化的 这样一个因素 所以它会形成了 生产力的一个方面 那么它就不是一个科学主义的 就说你也可以采取一个 能文主义的这样一个 能文主义的这样一条路向啊 来对这个生产力啊 进行一组新的研究 所以它现在很多呢 又研究这个文化的 这样一个生产力的问题 所以你对生产力 也就是说你要想生产力 我说这个社会的发展 如果你要是端定强调 这个技术的方面 你就会沿着一种什么 片面理性的方向去发展 那么现在比方说 现代性批判 那么现代性批判 它讲的是什么呢 实际上就是一种文化批判 也就是对你的这样一个 片面理性的这样一个批判 片面理性批判 就说除了你这个生产力的发展 社会的发展 除了一个片面科学理性的东西以外 你还要求什么 还要求它的文文 不是说仅仅是科学是有价值的 那么同时它的宗教 或者这个 或者这个其他的艺术 它都是有价值的 都是有价值的 所以它强调另外的因素啊 在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中的 这样一个作用 包括它的传统 包括它的传统 很多因素都发展因素 所以这样呢 它就把这个生产力啊 放到一个更大的 这样一个文化系统里面去考察 所以你要 如果你要这个生产力的 这样一个发展 就是说你对这个生产力系统 做了一个很强劲的研究 能够在生产力的 这样一个领域里面 你能克服你的 这个维科学主义的 这样一个技术倾向啊 不仅仅是一个技术的 它还有其他的 能文因素的话 那么你的生产力的 这个发展呢 就会什么 就会影响到你的 整个社会的 这样一个和谐问题 和谐问题 所以我们说穿的 还是涉及到一个 对生产力的一个 重新研究问题 研究问题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